表面上的好像对韩国瑜不利 人民看得很明白 谁在做事 谁在下面乱搞 大家看得很清楚 媒体被买了是言论 他买不了人民的心 我们爱国的心 是不会受影响的 他们越说多了 我越要支持韩国瑜 反而变成一个反作力了 就越打韩就越挺韩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他越打韩粉会越凝聚 因为他们讲的是假的 但是牛家草老师 我们看你刚刚在话语当中 你有提到一件事 你说现在这个时候 其实韩国瑜的崛起 现在国民党能够赢到15个县市 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 韩国瑜的关系 但国民党里面这些权贵们 他们可是认为说 现在是国民党大于韩国瑜 他们把中华民国跟国民党 已经亡党亡国过了 他们如果能自觉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这些事情了 因为这帮子人不会自觉的 他们觉得国民党排序 他们应该轮到他了 给不给国家做事 给不给人民做事 这另外一个事情 他在国民党的资历 可以排队排上了 怎么出来个韩国瑜 就是这种心态的人 对 你觉得他们有影响力吗 你讲一个名字出来 哪一个人有影响力 嗯 有啊 我不觉得他们有影响力 权贵在背后做影响啊 包括党主席啊 包括可能这个 马英九啊 太阳门嘛 我们就说的是一些太阳门 这些大阁门啊 陳常文之前还写 在上面写了一些东西啊 对 马金呢 不 太阳是你们疯的 我觉得 这是芝麻 怎么是太阳呢 哈哈哈